嘿嘿,我是Layon 今天來看伯根地人對上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再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11點鐘方向的藍色玩家 是伯根地人Hera 伯根地人的特色是可以提前 一個時代升級經濟科技 他的遊俠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在帝王時代打遊俠可以成型的最快 而且城堡時代就可以升級重裝騎士 所以跳到遊俠這個速度又更快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沒有辦法升級品種 所以他的騎兵路線馬會稍微弱一點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大約出生點位3點鐘方向的凶人 是天才少年 凶人的特色是不用蓋房子 而且他的遊俠是正常的三攻三防大落馬 他的馬攻地用時代則是有八折優惠 後期很適合打馬攻路線 他的騎兵路線的話 雖然沒有什麼太多特色 但是用起來也是蠻厲害的 主要是因為不用蓋房子 省下來的木材可以多灑農田 或是轉馬攻都是相當適合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我想看起來天才少年的地圖 方面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兩個礦區 兩個礦區 這兩個礦區看起來是偏正面的 但是主機應該可以維持沒有問題 問題是這個附近而已 整體看起來還算不錯 而且牧區也有三片 這裡可以圍起來 圍一圍都是ok的 那來看一下HERA HERA這邊的黃金礦 也是兩個偏正面 但是一樣只要能圍好 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後面的地方 這裡還可以開城鎮中心問題不大 整體來說HERA的打法 還是會比較偏向於穩健型打法 開農路線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HERA這邊走開農 這兩邊礦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就是怕少年打快攻 但是打快攻好像也沒害怕到哪裡去就是了 因為現在的快攻對於頂尖高手來說 非常好擋 只要一快攻這個節奏被打亂了 就要直接G了 那現在兩邊準備來到了18P 少年已經點下了織布技術 準備要來提升上去了 好織布好了 點下了封建時代 封建時代點下去 現在還有一分半左右的時間 好HERA這邊織布技術也點了 兩邊都點下 好這裡先射掉一頭路 然後均勻補下了 現在這個時間點補均勻 就是走落馬 那HERA這邊均勻也是比較慢補 好那這邊少年很狠 17P 17P的 升級速度超快 極限落馬完成 好點下來一擊伐木 一擊農田這邊可以考慮點一下 但是我覺得點了這個極限落馬的優勢就沒這麼大 我認為是不要點比較好 直接多按兩匹馬出來 OK按兩匹馬出來 木頭現在有100多 看情況要不要去補射箭場 好落馬出來 唉唷 點下一擊農田了 那點下一擊農田的話 肉馬就只有兩隻 總共只有三隻的肉馬可以前壓了 這樣子壓力對手就會小一點點 HERA這邊左邊圍得很快 HERA已經圍死了我的天 哇靠反正是正面不先圍死 這邊是故意給少年進來溜個洞嗎 好HERA這邊挖黃金 小公開這一村要被拿下 正面不圍馬上被制裁 哇HERA這是在做效果嗎 先圍屁股 正面不先圍 但是如果他先圍正面的話 屁股就被溜進來 好像結果都是被溜進來 好這面被溜也很難受 槍兵趕快來 好那這三隻肉馬有賺到一村就不錯 而且還可以溜進來給HERA更大的壓力 那這個壓力應該是還好 槍兵應該就能守得住 HERA現在的弓兵來到兩隻就可以出門了 好槍兵要小心 好不要撞到 給槍兵跟弓箭手往前 好開始給壓力吧 好開始給壓力 但是少年已經點下人毛兵了 蒙田也補得很快 結果這一隻馬直接收掉 少年這邊 大優 毛兵到你臉上 這邊還有個小高地 近距離頭毛 想換一隻弓兵 殘血 換掉一隻 OK槍兵又來了 先點掉這隻槍兵 結果槍兵回頭被戳掉 這一波HERA有點虧 現在是29打31 黃金礦還在挖 這裡很努力的在補弓箭手的數量 結果拉村過來打架往前拉打 但是有點慘 現在毛病沒有辦法攻 只因為距離太近毛病無法攻 結果還是被投掉兩隻三隻弓箭手 HERA前期炸了 炸開了 被流進來就很難打囉 這個遊戲 現在洛馬還是關鍵 我們來看一下洛馬的動向 然後這一波HERA直接拿村民直接手撕洛馬 洛馬也是手撕村民兩邊互相傷害 但是HERA直接開局見四村 這四村 會不會變成伏筆呢 好 熊人 少年繼續補漏馬 甚至品種也點下了 打的就是一個all in 但是看起來又取消掉了 因為漏馬沒有保留太多 決定要開始為家防守 賺了四村 我們就繼續延續這個優勢就好 HERA減四村的情況下 要趕快出門扁對手了 因為這個時候對手有村民優勢 想趕快升時代繼續拉開 這情況可能多 好 肉馬現在終於穩定起來了 好 雷王塔出來 槍兵往回拉 工兵往前射 射了一村 先把攻擊手點掉吧 先點槍兵嗎 槍兵要點沒錯 但是 攻擊手還活下來呢 這個高打低射掉了槍兵 哇靠細節細節 這個HERA的細節還是做得很好 好把攻擊手點完 雖然沒有抓到任何一村 但是還是給到了兇勒很大壓力 被迫按了更多的毛兵跟槍兵 還有一擊射出來防守 那這個效果就是HERA想要的結果 不要讓你過太爽 什麼科技都不點就升城堡時代 這樣子你升級太快了 大會不會很難受 好HERA這一波目的達成 自己也可以趕快升十代了 可以看到HERA這邊已經點下了二級伐木 那二級農田什麼時候點呢 通常都是在 升城堡時代的時候 去點二級農田 那個時候也差不多 要來灑第二次農田 所以升城堡時代的時候 先點個一級挖金挖石 再點個二級農田 是一個比較優的流程 這邊直接上大石牆 HERA可能以為 少年已經升城堡時代很久了 待會可能會被打一波 只靠木牆可能會守不住 直接把牆給圍死 甚至這裡礦 我也不挖了 二級農田補下 挖金也點下 石頭沒有挖 所以就約著應該不是打馬上清裝兵喔 OK那現在的部分 HERA這裡要補城堡時代 TC要補這個位置嗎 好二級伐木 二級射 通通點下了 好現在 上去 點下了城堡中心 來挖石頭 走馬功路線 走馬功路線 走馬功路線比較打好喔 騎兵文明 所以馬功開 我覺得相當適合 HERA這邊走防守陣 這裡要走戰毛兵 跟生旅路線喔 好生旅也已經按下去了 那這樣子防守應該就問題不大 這波看一下頭馬喔 沒有彈到血頭歪了 再回去頭一下 躲掉再回去給你一毛 但是沒打到 哇還是沒打到 反正是騎士被點到頭破血流殘血了 這一波戰毛兵 最後解掉剩下單位 好 HERA趕快3TC 要濃了吧 第三個TC 買不出來 因為剛剛花了很多石頭在補城牆 所以待會要補TC的話 還要花個100 買個100石頭 要花169塊黃金 黃金的部分消耗的有點多喔 好那目前外圍的墓區有點尷尬 而且這個墓牆有可能被打破 好要射破了嗎 那射破應該也沒關係 有戰毛屬在這裏 生旅應該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這裏稍微補個房子 好再補個馬丘之類的 就安泰了喔 好 HERA並沒有往外補TC 而是在家裏的境內 繼續防守 好這裏直接升到重裝騎士 直接手撕對方騎士 這一波HERA打得很漂亮 好 但是少年高達低也是造成了很多傷害 但是最後還是選擇了撤退 對戰毛兵有點難扛 那兇人的話 他的投石車是比較弱的喔 他是不能升級投石車跟奴炮的文明 甚至沒有工程工程師 所以在反抗這些 這個戰毛兵的時候 好像都是 會比較劣勢一點喔 當然他也可以自己出戰毛兵就是了 但是還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通常也可以轉成打他和騎兵反制工兵喔 不然就是要轉工程器製造所喔 在前期的部分稍微出個幾個弩炮 投車也是很好的想法喔 好 那現在沒有騎士可以擋住這面 HERA是騎士配上戰毛兵的路線 這個打法比較難纏的地方是 沒有辦法用少量騎士 就抓掉戰毛兵 這樣戰毛兵就可以一直擁有主動權 那HERA這邊還沒有點下二級的工兵鎧甲 所以在這邊對射情況下 HERA還是可能會對射輸的 所以HERA還是很小心翼翼的去拉這個戰毛兵喔 手術一直有在拉滿 並沒有這樣子放著跟他對A喔 這算是這場比賽中的細節中的細節 如果對A的話 HERA早就損失了很多戰毛 但是他現在還沒損失太多隻了 好那現在二級馬開點下 好直上 好衝進去 頭車砸了一下 踩了血 好馬弓收掉 好開始補馬鎧了 兇人開始覺得情況不妙 HERA走進去想要給壓力 頭石車還是得出 好城堡時代出頭車奴炮還是可以擋一下戰毛 帝龍時代要打戰毛兵還是得靠騎兵路線了 好這波交換 看起來兇人壓力給的很大 頭車來了 看一下HERA怎麼打 用臉接頭石車 好 那共同趕快射重裝騎士 結果重裝騎士被解決掉三隻 一隻被招翔兩隻倒地 喔變成四隻倒地了 喔五隻也倒 喔第六隻 喔倒光 這一波 HERA血虧 但是還是有抓到一些村民 還算還好 後面這裡還在砍 那就不虧了 反正是賺 這一波很賺喔 HERA這邊戰毛兵 騎士繼續給壓力 3TC也往外開了出來 把這裡的石頭給空了下來 現在HERA的問題是 正面的馬弓 還是沒有辦法很好的有效解決 所以現在 還是要靠蟹僧侶擋下騎士才行 喔呦 HERA來了來了來了 這個少年準備要來壓城堡了 好這邊高打低 稍微反擊一下 戰毛兵的部分 戰毛兵只剩下一兩隻 沒有辦法給到壓力囉 兇人來壓寶了 這個大噴堡 一定能蓋 但是 少年在最後一刻 猶豫了嗎 還是要等更多村民過來 再來蓋 好 最後還是想來蓋一下 HERA並沒有太多的資源 可以來對保 所以這邊只能放棄 這個城的東西 只能白給了 好 不然就是 稍微秀一下 但是應該是秀不起來 這裡還是會被射到 好那現在 目前 騎士的部分還在出 山女的話也在暗 少年是 山女馬公騎士的路線 全部都是黃金兵 哇靠 這裡直接賺了四村 HERA現在把所有的墓區全部點掉 因為現在的木頭 已經沒有防守效果了 怎麼木牆有跟沒有一樣 把他全部敵掉的話 自己也方便進出 結果這邊直接開砍村民 要拿下一村 這一村很虧 但是HERA也沒有放棄騷擾 這波騷擾 天才少年 早想到了 結果直接過來 再收進去 漂亮 生侶沒有倒 還賺到了一隻重裝騎士 現在馬公回救一下 這一波騎士 並沒有遭到太多村民 少年依舊是領先狀態 HERA現在有點被壓制住 有點難受 正面的部分 這裡考慮補一個寶 剛早你就補了 為什麼這裡要補寶呢 最主要是因為這裡不能出來之後 HERA的兵只能往這邊出來 不是從這裡衝過來 就是從這邊衝過來而已 兩個選項而已 再補個寶的話 又可以守住這塊石頭 但是來得起嗎 HERA的 少年的城堡 還在蓋 70% 好看到70% 有點害怕 隨時都要蓋好 拉走拉走 現在不拉走 就沒機會走了 選擇撤退 好 騷擾路線 又被阻撓 少年準備點下 帝翁斯大 巨型頭時機要登場 那兇人的巨型頭時機的準度 也是特別準 所以伯恩帝 待會一上帝龍時代 一定要趕快轉出火炮 巨頭對打 兇人 是直接屌虐HERA的 所以HERA這邊 一定要趕快轉火 這個火槍 還有這個火炮出來 火槍應該是不會出來 因為對方是兇人 而且是馬攻路線 但聽來說 出火槍的CP值 並不是很高 出過火炮 可能就差不多 後期還是得打 重裝騎士 轉遊俠的路線 會更加適合 喔 這裡 兇人還有40秒時間 這拖馬攻 繼續往前推 這邊高打第一 想要反擊 有機會嗎 看他招想一次招三隻 有機會嗎 兩個箭頭 還差一個箭頭 差一點有一個箭頭被打掉 這毛病往前 點掉生鋁 有機會嗎 點掉了一隻 一隻都點不掉 有沒有可能 生鋁還在無情往前 生鋁最後活了下來 三隻勝利 OK HERA損失了自己的所有戰毛兵 這一波已經很賺 好 地龍時代以上 巨型投石機 趕快按 但是現在缺了一點木頭 點下了三級 射 跟化學 柏根蒂這邊點下了戰毛兵 跟騎士的升級 欸 騎士的升級還沒有 騎士的生產 就去按戰毛跟騎士 好 遊俠趕快補 還有三級的馬凱 結果這裡補城堡 直接被少年給抓到 完蛋了 這個城堡來不及補 但這毛兵來了 應該可以稍微擋一下 騎士也趕快上前 遊俠第一時間補下 這裡開始轉出了槍兵的升級 欸 轉靈甲啊 好 這一波 騎士 砍倒了 這些騎士 目前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城堡應該是能蓋起來 但是HERA的春雨術又下降了一些 好 這波 兇人 開始轉巨頭 開拆 好 工程開始 那跟城堡暫時不離 先拆家裡面的 這個經濟 好 馬功被逼到了角落 遊俠還有一分半的時間 但是有三級馬凱的話 就應該能擋了 異王時代的遊俠 馬功的話會比較難打 所以兇人這邊要考慮 要不要也轉型 那槍兵部分的話是有大槍兵的 但是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如果真的是要守遊俠 少年這邊就差不多 該慢慢轉型了 好 但是現在少年還便不知道 HERA到底有沒有升級遊俠 如果有升級遊俠就確認了 這個HERA一定是要走遊俠爆 那重裝騎士的話可能不會轉 但是 以他的視角來看啊 不管他要不要打 遊俠的話 自己還是得轉槍兵才行 因為伯克蒂比較麻煩的東西 就只有遊俠了 後期對上兇人情況下 就只有遊俠能打 沒有其他東西的 所以 照理來說 這個對局 少年這裡應該是要轉 槍兵才對的 但是轉了槍兵就沒有主動權 所以也能理解 那現在兇人的話 不轉槍兵 想要繼續把馬功續起來 給到更多的壓力 好 羅馬往前 現在槍兵三級馬卡也點下 熊人 有意識到 哎呀看到遊俠了 該轉了 少年也算是 比較是穩扎穩打那種 都是要確認過之後 才會開始慢慢轉兵的 玩法 比較標準的 確認過後再轉兵 好 步兵鎧甲補一下 趕快轉槍兵出來了 均勻趕快補 遊俠不然擋不住 只靠馬功太吃力 除非你的生女能夠四處遭翔 那就沒話說 但是你絕對不可能 除非你開外掛 不然你的手術不可能招爛這些遊俠 這就是為什麼後期遊俠這麼難處理 連馬功都很難打得玩 別人多獻地方太多 好 遊俠彈出 哇靠 這個好慘 熊人這邊大強兵補了下去 但是正面的城堡 開始被遊俠手撕 巨型頭死機也在後面攻城 這一波 HERRA 攻勢延續的很好 這一圖遊俠繼續騷擾 抓掉了一些村民 村民成功反超 HERRA 村民處已經領先了 而且現在資源量也領先2000多 穩扎穩打就是最好的策略 好 現在伯恩帝葡萄園可以考慮補一下 軍隊穩定之後 開始從天裡挖黃金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好 那現在少年槍兵補下之後 軍營穩定下來 大洛瑪要找個機會升級上去 這邊大洛瑪也是要升級一下 好 現在 步兵鎧甲升級 還有攻擊力 槍兵洛瑪來了 洛瑪上去 第一時間要打的是什麼 巨型頭死機嗎 喔 打巨頭 上面高打第一 傷害補齊拿下一台 那這個城堡應該是蓋不起來了 這個修不起來了 剩下8隻村民在修 這裡至少要拉個12村左右 還要再拉一些村民過來才行喔 只拉這一點真的能夠修得起來嗎 好現在少年還在爭取一點時間 攻擊力還沒提升完 Hera這邊也在升級肉麻了 化學點下 波根蒂葡萄月也點了 好 這裡 Hera也補了一根城堡 想要守住一下這塊黃金 這塊附近能守下來 遊俠就能源源不絕 繼續噴出 好重裝馬功也點下了 這些戰毛兵有點麻煩 但還好 Hera這邊遇到槍兵配馬功的路線 戰毛兵多按一點 基本上還是能稍微優勢交換的 只要能夠優勢交換的話 出戰毛就不會是太虧的一個選項 那兇人要打贏這個搭配組合 最好就是轉點肉麻 在前面去砍一下戰毛兵 好現在Hera在等槍兵數量變少 遊俠就可以往前 所以可以看到戰毛兵很努力的 在打槍兵 但槍兵現在在瘋狂抖動 數量並沒有減少 Hera這一波是由於使用原地巡弱進攻 但是槍兵並沒有一口氣往上貼 所以有點效率不是那麼的好 反而是自己被戳掉了一堆馬 哇這一波有點 QuarHera Hera的原地巡邏 戰崗有點失靈 反而被少年戳掉了一堆馬 剛剛的馬剩下一半左右啊 不太好 Hera這個打法 有點失靈了 有點失靈了 不是這麼的管用了 好現在兇人 馬弓數量也在出去往上升 快來到了30隻 兇人最大問題是沒有升級大洛馬 也沒有升級三弓 現在洛馬的影響力有點差 好 好攻擊力趕快點 好現在Hera一直用巨型投石機 拆掉了這附近的產能建築物 後面的產能有再繼續補 補了非常多的軍營 好軍營的部分可以趕快再繼續按 這一坨遊俠回到了30隻的數量 這一次槍兵直接硬上 硬上的話結果會是如何呢 會比較好嗎 好像搞定了 全部吃光 哇 就到這種情況直接A就完事了 不用原地巡邏了 好現在Hera 好游俠再繼續反補回來 那問題是 這裡沒有碰到少女的資源 待會會有點難打 甚至要打到超過一個小時了 好大洛馬提升上去 好升級完Hera 站毛筆跟游俠 開始往前走 好這裡點掉了幾隻馬弓 槍兵牌再戳 好18隻馬弓 這邊高打第一 三弓已經點下了 Hera現在穩穩的 把城堡往前插 OK修人隊伯恩蒂後期的樣子 就是長這樣了 不太會有太大的改變 不會有火槍出現 但是火炮要不要按個幾台呢 火炮的話是可以來打巨頭的 但是看起來Hera不需要火炮 少年就快扛不住了 因為有火炮的話也可以偷點馬弓了 好三弓點下去 大洛馬的動物提升完 槍兵再次往前 但是這邊游俠是高打低的優勢 這個高地相當好用 直接硬吃吃掉了大量的槍兵 槍兵直接死光 這一波交換 你看兇人經濟來到了極限 沒有這麼多資源 可以再去玩槍兵了 只要把這邊的軍營空下來 少年可能就要居了 因為這邊再去補軍營的話 可能資源也不夠 槍兵的資源跟 木頭的資源都會有點極限 雖然兇人現在已經沒有黃金可以挖了 但是還可以靠著聖物 兩個聖物稍微轉下黃金 好 HERA的經濟 非常好 甚至連少年的野精也控制住了 這一波打完 應該就要居了 HERA的這個穩扎穩打的 勃跟帝速成遊俠戰術 打的是十分好啊 好 那兇人這裡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只能說 帝王時代投資太多的馬功 科技在馬功身上 我覺得是有點虧了 我覺得要把重裝馬功省下來 去轉遊俠 或許是一件好事喔 但是轉遊俠的話 需要大量的黃金才行 所以 兇人這一把 最主要的是 控土喔 沒有礦好 一個野礦 這個黃金就是有拿下來 轉遊俠應該是綽綽有餘 好 但是沒有那個礦了 應該是難了 兇人現在只出 弱馬跟馬功 槍兵可能也擋得住 HERA 接下來的所有的黃金兵的壓制 很難啦 好 遊俠再度衝得進來 馬功要去追 馬功一追 弱馬往前 要收掉這些巨頭 應該可以換個一台 第二台就難說了 好 聖毛兵再一次擋下 巨型投資機 成功攻城 城堡掉了 不管後面的遊俠 馬功拉回來 但是城堡早就沒了 那怎麼辦呢 還在砍 OK 上面三隻遊俠 輸出的很開心 聖明把費吃到爽 好 少女的TC被拆掉了 HERA真的是太強了 太穩定了 這個打法 好 好 戰毛兵三十八隻 現在 兇人 肉馬往前 想要抓掉這些戰毛兵 但戰毛兵 看起來是 不會有事 還是有遊俠守著 HERA現在是在玩起來了嗎 好 戰毛點馬功 馬功 剩下幾隻 好 繼續打槍兵 槍兵 一隻一隻慢慢收掉 指出戰毛配遊俠 這個打法太愜意了 而且升級速度又快 穩得一批 雖然血量少了10滴血 但是成型速度是真的快 好 好 這波大肉馬 又來 抓巨頭 好 HERA這邊直接手撕城之中心 槍兵過來 直接硬吃 小小打了幾隻 但是還是抗不住 槍兵這邊說暫停一下 說可以走了嗎 可以 OK 來遊戲了 遊戲時間來到一小時 按了暫停休息一下 傳幾口氣 看看有沒有機會擋住 少年 你還行嗎 好 魔防 也點了 現在資源多到不知道怎麼花 八千多的資源 邊進攻 資源還邊越來越多 現在食物可以賣多少 14塊 沒了 真的沒了 這一坨遊俠打完 你還有下一坨的遊俠要打 你只靠這些兵力能夠打得完嗎 少年 應該是很難囉 馬公一直在後面沒有辦法穩定輸出 酷了 好這裡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HERON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最後出了166隻的遊俠 很早期就出關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遊俠出關時間 就知道到底有多夢 遊俠的升級 是在這裡 43分鐘的時間 就有遊俠了 然後接下來的快要20分鐘裡 都在出遊俠 一直出一直算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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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